淋上焦化的奶油 锁住肉汁精华 菜脯绿扁豆炒香 加上自制沙茶酱料 西式牛排融合台湾味 再度受到米其林青睐 法式餐厅泰瑞连续两年 获得米其林三星的殊荣 而在他隔壁呢 就是知名的肉 今年也获得了二星 整条大直乐群二三路 今年一共有五家餐厅摘星 除了泰瑞以及肉 新叶中菜米香斑驳 都拿下米其林一星 加起来共拿到八颗星 不过要想跟米其林餐厅当邻居 口袋可得要够深 看得到这个河岸景观的豪宅来说 普遍来说现在的成交单价 原来上是在180万到这一个 260万之间 其实豪宅的价位是蛮高的 那就算是一般的这一种 像我们说集合国宅的话 其实它现在的成交价位 也大概都落在 85到110万这个区间 不只大直包含中山北路一带 不少星级酒店内的高价餐厅 今年也有摘星 让中山区共有16家星级餐厅 成为全台密集度最高的区域 或有摘星的话 会带动当地的房价 当然会啊 因为这样人潮就会带进来 如果好吃的话 就会很多人慕名而来 水平比较高的人 当然就是会选择 就是比较优质的餐厅 至于台中西屯区 今年也有四家餐厅入榜 当地橙屋均价 年涨幅达6.7% 预售屋更是涨了超过一成 有了米其林新兴加持 让当地房价 跟着闪耀 三地新闻 城市熊一地亭综合报道